一字网上对话 他意外听到主来的消息 通过读全能神的话语 他认出了主的声音 找到了进天国的路 然而 他却遭到牧师和家人的定罪威胁 逼迫搅扰 面对一次次围攻 他如何依靠神胜过难关 我出生的一个基督教家庭 从小我就跟着父母信主 也经常去教堂聚会 参加各种教会活动 2020年3月份的一天 我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个姊妹 我们聊起了信主的话题 我感觉这个姊妹谈的话题很新鲜 你比如 姊妹问我知不知道进天国的标准 这个话题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我心想 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了 牧师长老从来没讲过进天国的标准 我自己也从来没想过 我们这样信主是不是真的能进天国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题 我很想知道答案 后来通过参加聚会 读全能神的话 我明白了 我们被撒旦败坏以后 里面有了罪性 就常常犯罪 这犯罪本性如果不除去 就脱离不了罪 误会败坏的人 根本没有资格进天国 因为神是公义圣洁的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 阿们 子妹还告诉我说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发表真理 做了审判洁净人的工作 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性 彻底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只有接受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败坏得着洁净的人 才有资格进天国 阿们 当时啊 他还给我读了两段 全能神的话 咱们看一下视频吧 好 全能神说 你只知道耶稣末世要降临 到底他如何降临 就你们这样一个罪人 刚被救赎回来 不经变化 不经神成全 你能合神心意吗 就你现在的老旧人 耶稣把你拯救回来了 这并不假 你不属罪 这是因着神的拯救 但并不能证明 你没罪 没无悔 你没经变化 如何能圣洁呢 你里面还净是污秽 又自私又卑鄙 你还想跟耶稣一同降临 有那么美的事吗 你信神少一步过程 只是被救赎 没经变化 要合神心意 非得神亲自做工 来变化洁净你 否则你只被救赎 不可能达到圣界 这样你就没资格 与神同享美夫 因你在神经营人的工作中 落下了一步 就是变化成全的关键一步 所以你一个刚被救赎的罪人 不能直接承受神的产业 耶稣来在人中间 做了许多工作 但他只完成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只是做了人的赎罪计 并未将人的败坏性情都脱去 要将人从撒旦的权势之下 完全拯救出来 不仅需要耶稣做赎罪计 来担当人的罪 而且还得需要神做更大的工作 将人被撒旦败坏的性情 完全脱去 所以在人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 神又重返肉身 带领人进入新的时代 开始了刑罚审判的工作 这工作将人类带入了更高的境界 凡是顺服在他权下的人 将享受更高的真理 得着更大的祝福 真正活在了光中 得着了真理 道路 生命 阿们 当时我揣摩着这些话 再想想自己和周围弟兄姊妹的所作所行 不得不承认 我们信主虽然有一些好的行为 能与人为善 不打人 不骂人 但是我们里面的罪行还在 所以还能常常地说谎犯罪 狂妄自大 看不起人 心里呢 还嫉妒人 恨人 跟人争名夺利 我们都活在犯罪认罪 认罪又犯罪的生活中 一直在罪恶中挣扎 读了全能神的话我才明白 这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行 还没有出去 从全能神的话中 我也找到了脱离罪恶 蒙神拯救的路途 就是必须得接受 全能神的末世审判工作 败坏得招洁净了 才有资格进天国 是 我觉得全能神的话 很好 很实际 听了心里很亮堂 让我明白了一些 我从来都没听过的真理 之后 我就认真地读全能神的话 并且积极地参加网上的聚会 和弟兄姊妹 一起交通对神话的认识和领受 每次聚会 我都觉得很有收获 很享受 一段时间后呢 我明白了很多 信主是不明白的真理奥秘 像 什么是道成肉身 怎么分辨真假基督 神明的奥秘 以及神经营计划的宗旨 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类的 神是怎么一步步做工 拯救人类的 神的国度 是怎么实现在地上的等等 还有 我之前读圣经时 不明白的问题 也在全能神的话中 找到了答案 感谢死 我就想啊 这些奥秘 只有神自己才能揭开啊 是 所以我认定 全能神的话语 就是真理 就是神的圣音 全能神 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阿们 当时 我特别地激动 我就把 主回来的好消息啊 告诉给了很多朋友 让他们也一起来寻求考察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可是 没过多久 我所在的那加兰邦 最高最权威的基督教会 印度那加兰进行会 就开始在信徒中间散布 由宗教牧师编造的 定罪全能神教会的文件 文件里面 有很多都是中共毁谤 抹黑全能神教会的内容 他们还说 全能神教会 传讲神道成肉身来了 还是女性 这不符合圣经 让所有信徒警惕 不许参加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随后 这些内容就在印度各大电视台 开始播放 你只要一打开电视 电脑 看新闻 就能看到 有关全能神教会的反面宣传 很快 就传播到了整个帮 甚至整个国家 我看到这些牧师领袖 竟公然歪曲事实 散布谣言谬论 毁谤定罪全能神 我就感到很气愤 也很难过 和我一起考察神 漠视做工的人 有不少都是因为 受迷惑 退出了聚会群 有的还来劝我 说这是被中共定罪的教会 不能信 看到他们放弃真道 我感到很失望 我就想 中共是无神论政权 根本就不相信有神 还一直迫害宗教信仰 他们为什么 宁可相信 中共这个无神论政党 也不听神的声音 不考察神的做工呢 记得这个时候 我老家有一个朋友 看到我在 WhatsApp的动态上写着 主已经回来了 基督的国度 已降临在地上 他就问我 是不是参加了 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我说是啊 他就跟我说 不能信 又给我发了一些 污蔑全能神教会的 谣言谬论 他还说 牧师已经警告过我们 不要跟随全能神 主牧师再来 不可能是道成肉身 让我们不要参加 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那你朋友当时这么说 你受影响了吗 那倒没有 因为当时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已经跟我交通过 道成肉身方面的真理了 当时弟兄姊妹交通说 主末世再来 是道成肉身 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 由主耶稣的预言为证 主耶稣说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主耶稣预言他末世再来时 多次提到了 人子降临 人子就来了 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这里的人子 就是指神道成肉身说的 末世全能神来了 发表了许多真理 他就是人子降临了 是救世主显现了 这完全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言 阿们 通过弟兄姊妹的交通 我还知道了 只有神是真理 道路生命 如果一个人 能够发表真理 能够发表神的话 能做神默示 审判捷径人的工作 那这个人 必定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不管他的外表多么普通 也不管他有没有地位权势 只有他的说话做工 才是最重要的 才最能证明他的身份地位 是 想到这儿 我就把我所明白的这些 告诉给朋友 并且还跟他说 神是造物的主 神可以做任何 神想做的事 咱们人该做的是寻求 而不是去论断神定归神 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对我很有益处 能让我明白很多真理 我不会停止参加聚会的 我还劝他 咱们信神 应该听神的声音 不能盲目听从人的 圣经上说过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阿们 我朋友听了之后呢 他就特别严肃地跟我说 你要是继续信全能神的话 你回老家后 肯定会被最高协会 带去问话 牧师不会让你信的 村里人 也都会弃绝你的 这些你想过没有 我跟他说 被人弃绝不可怕 要是跟不上神的脚踪 被神撇弃 那才是最可怕的呀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全能神 真是主耶稣的再来 咱们不接受 那结局 就是落入灾难中 哀哭切齿啊 朱墨师再来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 就不寻求考察一下呢 当时你这么说 你朋友是什么反应 当时 他还是拒绝了我的劝告 后来 朋友就把我信全能神的事 告诉了我父母 之后整整一周的时间 父母每天打电话呵斥我 还说 牧师再三叮嘱我们 要阻止你参加 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你必须停止聚会 离开全能神教会 我跟他们说 全能神教会 不是牧师说的那样 我参加聚会 让我明白了很多 我以往不明白的真理 这是真道 我没有走错路 我还想 给他们见证 全能神的末世做工 可是 他们受谣言迷惑 根本就不让我多说 后来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从学校回到了家里 父母见我 经常在网上参加聚会 就想办法限制我 邻居也议论我 说我不听牧师的话 非要信全能神 是不是不正常了 这不是瞎说吗 是 父母听到这些话 就更生气了 回家就训我 说 你知不知道村里人 都是怎么说你的 你难道就不听劝 还要参加他们的聚会 我说 是 我还会继续聚会 父母一听很生气 就更加拦阻我了 常常在我聚会的时候 打断我 让我没法安心聚会 我记得有一次 我聚完会正在祷告呢 我一睁眼 突然看到我爸 站在我旁边 给我吓一跳 然后呢 他就大声地吼着说 把所有网络都断掉 马上停止聚会 我就跟他们说 主耶稣真的已经回来了 就是全能神 做了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咱们要是跟不上神的教宗 不接受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就脱离不了罪 就没法蒙拯救进天国 那最终 都会落入灾难中 受惩罚的 可是我父母 根本就听不进去 我说的话 还一再重复牧师散布的 那些观念 说神道称肉身 不可能是女性 那这个问题 你当时是怎么 给他们教终的呀 当时 我想到了 之前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给我读过一段 全能神的话 我读一下 好 全能神说 神所做的每部工作 都有实际的意义 当初耶稣来的时候 是男性 这次来的时候 是女性 从这里你能看见 神造男造女 都能为着他的工作 而且在神那儿 没有性别的划分 他的灵来了 可以随便穿上一个肉身 这个肉身 就可以代表他 不管性别 是男 是女 都可以代表身 只要是他造成的肉身 假如耶稣来了 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出现 就是说 当时圣灵感孕 如果是个女婴 不是个男婴 也照样完成那部工作 若是那样 现在这部工作 就得换一个男性来做了 也同样完成工作 哪部做的都有意义 两部工作 不重复 但又不矛盾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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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当时弟兄姊妹交通说 神造成肉身 就是神的灵 穿上肉身 成为一个普通的人子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都是神自己 都能发表真理 做神自己的工作 主耶稣是男性 他为人类定十字架 担当了人的罪 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工作 末世 神造成肉身 成为女性 在主耶稣做工的基础上 发表了人类蒙拯救 所需要的一切真理 做了审判 捷径人的工作 所以说 神造成肉身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都能发表真理 做救赎人类 拯救人类的工作 阿们 如果神两次造成肉身 都是男性 人就会定归神 认为神造成肉身 只能是男性 不可能成为女性 那女性 是不是会遭到人类 更大的歧视贬低呢 是 神是公义的神 神造了男人 也造了女人 神第一次 道成肉身 是男性 末世 神再次 道成肉身 是成为女性 说明 神对男人 女人 是公平的 是 如果 神两次 道成肉身 都是男性 对女人 就不公平了 所以啊 神末世 道成肉身 是女性 这才显示了 神的公义性情 显示了 神造男造女 男性和女性 在神面前 都是平等的 这是太有意义的事 阿们 想到这儿啊 我对父母说 神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那神造成肉身 自然也可以是男性 也可以是女性 神造成肉身 外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能发表真理 拯救人类 那他就是神的灵 造成的肉身 就是神自己 我父母 反驳不了我的话 又说 你说全能神 是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不信 等牧师长老 接受了 我们才接受 牧师说了 全能神 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出生在一个 普通的家庭 不可能是 神所道成的肉身 当时 针对这个问题啊 我就跟他们说 当初 主耶稣来做工的时候 犹太教的 祭司长 文士 法利赛人 就是因为 主耶稣的 出身长相很普通 就不承认 他是神 还说 这不是牧匠的儿子吗 他母亲 不是叫玛利亚吗 这些法利赛人 只看主耶稣的外表 却不寻求考察 主耶稣的说话 做工 是不是出于神的 就凭着狂妄性情 论断主耶稣 是一个普通的人 而不是神 还造谣毁谤 定罪主耶稣 犹太教的信徒呢 崇拜跟随他们 随从他们 把主定在十字架上 最终失去了 神的救恩 遭到了神的惩罚 是 如今啊 也是一样 这些牧师长老 根本就没有考察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是不是真理 是不是神的声音 就盲目地论断 定罪全能神 说全能神 是一个普通的人 出身家庭如何 这不是和当初 法利赛人 定罪主耶稣的情景 一样吗 是 是 说到这儿 我就想到 之前弟兄姊妹 给我读过一段神的话 我来读一下吧 好 神说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实质 既是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发表 神既道成肉身 就要带来 他要做的工作 既是神道成肉身 就要发表 神的琐事 既是道成肉身 就能带给人真理 赐给人生命 只给人道路 若不具备 神实质的肉身 那就定规 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这一点 是确定无疑的 人要考察 是否是神 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得从 他所发表的性情 与说话中来确定 也就是说 确定是否是 神所道成的肉身 或确定是否是真道 必须得从 他的实质上来辨别 所以说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关键在乎其实质 做工 说话 性情 等等更多的方面 并不在乎其外表 人若因为考察其外表 而忽视了其实质 那就是人的愚昧无知了 阿们 阿们 接着 我就对父母说 咱们要确定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应该根据 他能不能发表真理 能不能做拯救人类的工作 而不能看他的外表 你们想想 咱们信主耶稣 是因为主耶稣 肉身的形象吗 不是 咱们信主耶稣 是读了圣经中 主耶稣的话 看到这些话 都是真理 看到主耶稣 能救赎人类的罪 才信的 是 我今天信全能神 也是因为看到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都是真理 有权柄 有能力 就是神的声音 我才相信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就是主耶稣回来了 说到这儿 我还劝他们 你们也读读 全能神的话吧 不要再盲目 听信牧师的话了 牧师怎么说 你们就怎么信 如果他们走错路了 抵挡神 定罪神 难道 你们也跟着他们 抵挡定罪神吗 父母听我这么一说 就特别生气 教训我说 你敢反对牧师长老 你会被村里人 驱赶出去的 到时候你能去哪儿 到时候我们也帮不了你 你不要再讲 这些事情了 也不要给别人 见证全能神 等牧师长老接受了 咱们再接受 现在你不要自找麻烦 他们还是听不进去 是 就不管我怎么 跟他们交通啊 他们根本都不听 还特别严厉地斥责我 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供你上学 供你吃 供你穿 你却这么不听话 太辜负我们的期望了 当时我两个哥哥 也是站在父母一边 全家人 没有一个人听我劝说的 我试着告诉他们 全能神发表了许多真理 并尝试和他们 分享我的收获 可是 不管我怎么说 他们还是不想听 就想到 以前啊 我父母和村里人 对我都很好 可现在 就因为我信全能神 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我成了他们 眼中的坏人 成了被弃绝的人 就连在家里 我也感受不到 家人对我的关心 我就感到 很孤独 也很难受 但是我知道 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放弃参加聚会 因为 我如果不多聚会 不多装备真理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根本站立不住 是 后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我只好是躲着他们 偷偷地参加聚会 我没法说话交通 只能是靠打字 和弟兄姊妹交流 那刚才听你说 牧师让你父母拦住 你信全能神 那你回家后 牧师有没有去拦住你啊 有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 牧师和一个同工 突然就来我家 邻居和一些村民 也过来围观 牧师说 全能神教会的聚会 都谈了些什么 我说 全能神教会 见证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 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我们还交通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 怎么追求 才能达到猛拯救的问题 牧师又问我 那你说说 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啊 语气特别地轻蔑 我回答他 经上说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去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阿们 通过这些经文可以看到 我们要想进天国 就必须得脱离罪恶 败坏性情得着捷径 成为真实顺服神的人 现在 我们都还活在罪中 常常说谎犯罪 实行不出神的话 还不能进入神的国 是 我还跟他说 以前我很困惑 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地犯罪 认罪 认罪犯罪 为什么摆脱不了罪的捆绑呢 读了全脑神的话 我才明白 我们信主 罪事得到了赦免 但是我们犯罪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罪根还没有出去 所以还能常常说谎犯罪 经上说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神是圣洁的 如果我们还能犯罪 抵挡神 就不能进入神的国 现在 主耶稣已经回来了 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 发表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 这正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阿们 全能神 发表了许多真理 不仅揭开了 神经营计划的奥秘 还把人犯罪的根源 给揭示了出来 审判揭示了 人犯罪的本性 比如狂妄 诡诈 邪恶等等 还揭示了 我们信神的各种掺杂 信神只为进天国得福 等等不对的存心观点 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 经历了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败坏真相 和本性实质 产生了真实的悔改 败坏性情得着了洁净 这就是神在国度时代 发表话语所达到的果效 是 我们要想进天国 就必须得接受 全能神末世的审判工作 败坏得招捷径了 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 我说完之后呢 牧师就跟我说 我知道你可不追求真理 但是你还是太年轻 你不明白圣经 很容易受迷惑 你最好停止跟随全能神 赶紧向主认罪悔改 不要再参加他们的聚会了 后来牧师看我没理他 又说 你是我的痒 竟敢不听我的 你必须当场悔改 退出全能神教会 不准再祷告全能神的名了 我跟他说 我是不会放弃 跟随全能神的 他一听啊 就特别生气 警告我说 教会的最高协会指定我 让我好好关照你 你要是坚持信全能神 就会被带到最高协会去问话 你要知道 一旦被问话 影响你的血也不说 在教会里 也会留下不好的名声 以后 可能连工作都不好找 你何必惹这麻烦呢 这不是威胁人吗 是啊 当时听牧师这样说 我就感觉压力很大 因为我知道 一旦被教会最高协会问话 他们就会不停地找我 如果我不放弃跟随全能神 可能连工作都找不到 父母供我上学 就是为了我大学毕业后 能找个好工作 如果我找不到工作 父母肯定会更加拦阻我 不让我信全能神的 再说 我才刚信全能神 明白的真理还很少 如果我被带去问话 面对一群人的攻击 我能站立住吗 如果我坚持信全能神 他们会不会把我 从学校开除啊 会不会让所有信徒 都弃绝我呢 想到这些啊 我就很担心 于是 我就默默地向神祷告 求神带领引导我 我愿意为神站住见证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